孤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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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对我来说 就这么说吧 我的命 我从现场开始来的 叫尼布拉里莫巴拉提 苏 首古是我40岁开始学的 就是2004年就是把我来赔金了 当时把我生下来的钱 就买了个合纸票以后 就是上了200块钱 然后拿了一个手骨 两件衣服 然后就一个 就这样就出发了 2004年到2001年 在那边就是 这一年之内最起码就认识一些人了 在北京的待着时间比较长的 又有时候 他们都应该大概就知道了 亲得来的一个 打手骨的一个孩子 也打得挺不错的 然后一年是这样的 每天都年 每天都年 这12年来说 就学习吧 就要是学习 然后呢 跟那个不同的乐队 真的像楚山 抛了我们中国 然后又去了 20多国家吧 基本上都是演出 然后也学戏的东西 把戏内打进去 然后自己叫声 也自己学 就是赶紧进去 striking 一二三三三租 一二三四 五五三三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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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传 一二三按做 thirty one 各种 三要四三 fuck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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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交流 好像学习 他们特别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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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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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骨 大吉收骨 唱起来就一个人是收骨 唯主就是你听就是收骨 就是想起来我们的伸张 想起来我们的维吾尔所 最难学的 最难的 一个是我们的乐器 主要热闹的时候 开心就是它 其实收骨就是 收骨就是精神 你在哪个不搞什么时候 你在难过的时候 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有精神